本来说的这个4个小时 其实整个包括后面 还有这个逛花园 两个人这样散步给大家拍 大概时间是抓的是蛮准的 可是你说真正谈 也就是谈两个多小时 谈两个多小时的意思 到底是什么 是因为大家彼此之间 都已经有很充分的沟通了 所以很有共识了 所以其实不需要谈的 比原先预估的时间来得更长 反而是更短 你会这样解读吗 两个人在巴厘岛的谈话性质 算是场边会议 就是大家参加集团体 然后借着集团体的场地 两个人就就近开启会来 但是费罗利庄园的这一场会 根本不像是APEC的场边会 它比较像是一个正式的 中美高峰会 它确实是啊 两个一致排开 然后把所有要谈的问题 早就准备好了 不是那种ad hoc 就是那种临时性的 所以已经有了 这个叶伦跟中方的副总理 何立峰 还有其他更早一点的 王毅拜访也谈过了 所以表示能够解决问题都解决了 剩下两个人 只要把双方面的基本原则 跟比较难解决的 像台湾问题该怎么处理 像要不要答应美国的所谓的军事恢复交流的会谈 累进来让习近平正式排版定案 这一定这些比较关键性的问题 需要两个 所以就不需要说花个四个小时六个小时来吵架 没有意义 能够谈得来谈不能谈的 搁到一边去 那双方面最重要是想透过这个会谈 拜登要的军事交流 习近平亲自答应 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的三军统帅 那接下来其他人就好办啊 然后台湾问题呢 也许习近平说什么 现在都是外媒在说 中方倒是没有讲得很细 那外媒讲的有多大距离 我们也不太清楚 所以双方面对台湾问题 到底已经谈到什么程度 美国也没有说太多 中国也没有说太多 这应该是我们关键的一个焦点 那如果哪一天 台湾不是成为他们两个 开会必谈的问题 那表示台湾就远离了风险了 那如果是每一次见面 都要谈台湾问题 即使习近平有外传说 我没有能够讲过 有什么2027 2035的一个 一个什么武力的计划 他虽然是这样轻轻松松带过去 但是两方面在台湾海峡周遭的 一些军事活动 就证实了这个问题需要解决 那问题怎么解决 一下也许没有找到方案 但是如果能够管控分歧 也不实为一个好方法 但是最主要的 这一次的会议高峰会 释放这个讯息 中美两国能然有 可以友好相处的可能性 所以才会怎么样 像个老兄弟一样的 还在花园散布给大家摆拍 他既是对两方面人民 要示出善意 可不可以两方面的媒体 其他的一些杂音 能够慢慢消除 不要以为大陆没有反美的 只是在舆论层面上面 某种程度被大陆进行一个 一个比较适当的处理而已 那美国是大剌剌的 还有人对拜登讲说 不要在台湾问题上太软弱了 不要这个在问题上太软弱 不要在问题上中国妥协 有没有都来自于参众医院 还是一大堆 他们没有灯光想要找灯光 那也表示说 他们两个人是在一个 相当困难的环境底下 来建立这个一个高峰会 那高峰会释放出 有余的信息 看能不能加上 那个企业家的讯息 让中美两方面能够春暖花开 对刚刚我特别想到就是说 因为这个大陆外长王毅 其实在今天呢 在这个习拜会后呢 他的记者发布会里面 他特别谈到就是说 今天这一次这个是叫 战略性的对话 那么是美国方面 特别发了这个邀请 邀请了这个大陆领导人 习近平到这个庄园 那么来展开这种一对一的会晤 他是有别于APEC的峰会 场编会的形式 那么因此呢 其实大陆方面在事后 其实仍然还是 对于这个习拜会 是非常的肯定的 不过就这个成果的部分 同时也要请教这个 賴老师跟杨老师的看法 比方说我们在这次看到呢 拜登就强调说 对芬太尼的部分 中美可以合作了 在军事方面的话 可以对话了 我打电话 可以有人接通了 那么这个拜登呢 也特别强调就是 要负责任的管理竞争 来避免变成 竞争变成冲突嘛 那习近平当然也提到了 就是说 这个大国竞争 解决不了中美两国 和世界所面临的问题 所以他提出了 所谓的五个支柱 中美关系有五个支柱 那这五个支柱呢 当然就是要 救金山愿景 就要面对面向这个愿景 希望有更好的两国关系 中美的旗舰一直还在 这一次也没有完全化解 因为拜登还是主张要竞争 只是他认为说 竞争一定会带来分歧 甚至会带来风险 要进行管控 这是拜登的逻辑 那习近平的逻辑里面 是认为说 竞争解决不了问题 尤其是两个大国 那两个大国来竞争 解决不了两国的问题 也解决不了国际区域间的问题 所以他是反对竞争 那这两个旗舰 事实上还是存在 那习近平提出来的解法 就是建立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 五个支柱 这是第一次的提出来 提出来以后 你美国去做参考 你去想一想 想通了 然后要来的话 我是会按照这五个支柱来走 这个叫做战略方向 群局性的 也就是我开始设计一个大战略了 那这个大战略 就是五大支柱 那五大支柱 我们以后的来往 就朝这个方向来去推动了 那所以美国如果配合 那中美关系就会好 那就会一步一步走 但是你美国继续竞争 那我就反击 就是我们讲的自卫反击权 你打邀我 我就反击 你打邀我 我就反击 那刚谈到了军事上的问题 恢复了顶层的军事的沟通 国防部部长的军事沟通 海上的军事沟通 战区级的军事沟通 都恢复 但是问题就是有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要平等 而且要尊重 尊重就是你要尊重我 如果你让我感受到不尊重 你如果让我感受到不平等 那我基本上这个沟通管道 随时还是可以关的 所以他的前提讲得很明白 另外一个习近平直接告诉拜登 不挑事不越界 这个就是针对军事沟通来的 那也就是说你如果给我挑事 你如果给我越界 你如果不尊重我 你如果不平等 那我们的军事沟通 我随时可以关掉 所以开南关很容易 因为掌控在中国大陆 不接电话 从此以后大家都不接电话 见到面该打就打 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那就跟回到原来的 那所以美国你看 不管从拜登 苏利文 布林肯到Austin 都要恢复军事的沟通管道 这代表什么 代表美国还是会担心 跟中国大陆打起来 那当中国大陆一旦关起来了以后 那美国就会担心会打起来 那我现在给你通 但是我告诉你要尊重 要平等尊重 其实有很多种解释 也有很多种规则 例如说我要进入你的空域 或是进入你的海域 我要不要先给你报告 或是要不要先给你知会一声 我要经过台湾海峡 我要不要给你知会一声 有知会就是尊重 没知会就是不尊重 那中国大陆可以说 你已经违反了尊重的原则 那这个时候 他可以再把它关掉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事实上就是一种有条件的同意 我觉得这是很好 那您刚刚谈到 芬太尼禁毒这个部分 其实面子并不是做给拜登的 面子是做给纽森 纽森去中国大陆访问的时候 然后习近平听当等纽森的面说 帮你解决这问题 那纽森先拿到了 最后再给你拜登 所以活力在地方嘛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梅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